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杭石兄奸》 影片开场 春花突然从梦中惊醒 作为一名单身母亲 春花这些年是真不容易 又当爹又当骂 含辛茹苦地拉扯了自己的俩孩子 可乌漏偏欲连一语 最近这家里也不太平 总有一些人不人鬼不鬼的玩意在屋里瞎折 把春花折磨得是夜不能寐身心疲惫 整个人看上去是异常憔悴 为了把这个所谓的幽灵给演走 春花请来了专门驱鬼的专家 这二位在屋里一通下雪墨 果然找到了幽灵的藏身之处 本想着接下来会有一场人鬼大战 可没想到这二位突然就被吓尿 虚晃一招仨子就流 跑得比狗都快 可把春花给气坏了 春花的闺女小萝莉正在屋里花花的时候 幽灵突然就出现 不过这个幽灵对小萝莉并没有敌 小萝莉也不患 春花的儿子小郑泰的脾气不大 由于半年前在学校把同学给打伤了 有关部门派酱油姐隔三差五就过来了解小郑泰情况 酱油姐跟小郑泰讲了一堆的大要求 小郑泰听的是很认真 但扭头就忘了 春花的男朋友铁锤神明物理老师 两人虽然在谈恋爱 但春花对铁锤的过去并不是什么了解 小郑泰说妈咪啊 咱还是赶快搬家吧 再这么下去 我非得竟是命不可 春花也不是不想搬家 可家里穷了都快揭不开锅了 根本就没那个能力 到了晚上 随着一道闪电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这次的幽灵非常难看 都快被上头目看了 跟之前那位显然不是同一个人 转过天 房产公司的鸡贼叔来到了春花家 由于春花还不上贷款 某高科技公司准备买下春花家的这块利用作扩建 学校里由于一个熊孩子欺负小伯利 有前科的小郑泰再次出手 把熊孩子给打伤了 春花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劝啊 再这么下去你就成少年犯了 母子俩大吵了一架 最后是不慌而散 到了晚上 熊孩子带着俩狐朋狗友到小郑泰家进行报仇 他刚准备往小郑泰家的窗户锅里上扔干头 幽灵突然就出现了 熊孩子一声尖叫 当时就吓尿了 和两个同伙是没头就跑 到了后半夜 幽灵又开始出来作妖了 我发现此类影片有一个共性 就是这些妖魔鬼外 专挑不幸的贫困家庭折腾 越是穷的都快吃不上饭了 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就越喜欢来捣乱 你说这帮混蛋混蛋不混蛋 当娘仨正弄圈的时候 幽灵一把抓住了小郑泰和小萝莉的胳膊 这一抓不要紧 算是给俩孩子上了几步咒 春花上去就是一套组合拳 可彼此根本不在一个围堵空间 打也是白打 此时的春花意识到此地不可救流 带着俩孩子虚晃一招就打算撒子流 可俩孩子刚走出家门 诡异的一幕出现 原来刚才被幽灵抓了之后 这俩孩子就不能离开下了 这天可好 想走都走不了 第二天春花请医生过来给俩孩子做检查 医生检查了半天也没找出问题的所在 这下可怕春花给急坏 他上网一查 发现曾经有一位博士在实验室里 研究质子加速器的时候 出现过跟俩孩子一模一样的症状 这位博士被困在实验室里好几个月 直到实验结束之后争论的消失 小郑泰和小萝莉正在家里做游戏的时候 幽灵再次出现 听到动静的铁锤急忙冲进旁边 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铁锤说这种事经常出现吗 春花说有时候一天两次 这些幽灵的形态也不一样 他们出来前会有闪电 然后又一到闪电 这帮孙子就不见了 我请过神父灵梅石跳大神的吹唐人的 没有一个人能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铁锤说这根本不是闹鬼 这是一种超自然现象 作为研究物理的科学家 我肯定能帮你摆平这件事 到了晚上 铁锤带着全套的设备来到了春花家 准备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查出事情的真相 四个人在玩游戏的时候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把这几位全看傻眼 紧接着幽灵开始发光 屋里的家用电器全都发了疯了 随后幽灵大秃瓢闪亮登场 这大秃瓢不仅身体强壮 而且还会瞬间移动 把春花等人彻底吓尿 鞋都跑掉 哎呀 这大秃瓢也挺有意思 看这动静来一趟也挺不容易 你倒是干点实质 光这么吓唬人玩有啥意思 损人不利己说的就是你 第二天春花在回放监控的时候 发现大秃瓢的衣服上 居然进着某高科技公司的楼口 而这个高科技公司 正是那家想买他罚子的公司 经过进一步的查询春花发现 这家高科技公司 一直致力于穿越时空的研究 后来由于人体测试的秘密 被YC给发现 这项研究也被有关部 我也叫停了 而在这个研究小组里 春花意外的发现 铁锤居然也是小组生员 铁锤说我以前 确实在那个公司工作 他们提供囚犯商员 给研究小组做实验 我觉得这事太混蛋了 所以我就测试不干了 那些在你家出现的信号 就是从高科技公司发出来的 大秃瓢也是从高科技公司 穿越过来 春花说他们想逼着我 把房子卖了搞货店 我必须跟他们 新账老账一会儿算 铁锤说不可能 在你家捣乱的这些囚犯 是从40年后穿越过来 为了阻止事态进一步的恶化 春花决定以牙魂样 把这些穿越过来的囚犯 全都上了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春花和铁锤很快就在家里 布置了很多的陷阱机关 然后静静的等着大秃瓢的出现 到了晚上 大秃瓢再次穿越时空来到了春花家 这个时候 房产公司的鸡贼叔拿着合同 突然不请自来了 也该饶这孙子倒霉 刚好跟大秃瓢撞上 时间不大鸡贼叔就挂了 这哥们临死前 还不忘给警察打了一电话 紧接着春花和铁锤 跟大秃瓢展开了肉货站 这大秃瓢跟小正太一样 也不能离开这个房子 姿要是往后面多走几步 整个人都不好 这大秃瓢是晕头转向 一不留神就掉进了陷阱 春花一看机会来了 上去就把大秃瓢给做梦圈了 而铁锤也在这场搏斗中不幸受伤 春花刚把铁锤拖进屋 两名警察突然出现 这二位的到来 其实就是领盒饭 大秃瓢气里咔嚓 就把这两个倒霉的杀了 目前的形势是 铁锤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而春花娘仨 全被大秃瓢堵在了地下室 跑肯定是跑不了 春花背水一战 上去就要跟大秃瓢拼命 大秃瓢随手一到 春花差点就爆了枪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从这个画面上来看 这个大秃瓢啊 其实就是40年后的小状态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铁锤拿着警察的枪 把大秃瓢给打伤 随后大批的警察 赶到了春花家 准备收拾三局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导演也没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 我估计他自己都不一定 能完全理清这里边的头绪 根据影片最后呈现给观众的画面 我们基本上可以弄清楚个七七八八 但由于漏洞比较多 所以也很难是资源起说 大致意思是 高科技公司为了得到春花家的这块地 使出了各种的阴谋轨迹 春花在跟高科技公司的博弈中 不幸装了牺牲了 小正太为了替妈握头 单枪匹马闯进了高科技公司 打算把这个公司给烧掉 但由于计划不周 最后被高科技公司给破捉了 小正太被抓之后 高科技公司开始对小正太气恼 四十年后 小正太基本上已经成了一个 行尸走肉般的活死人 但在他的脑子里 仍然还残存着一丝对儿时的记忆 四十年后的高科技公司 仍然觊觎着春花家的这块地 为了能够据为己有 公司派小正太穿越回 四十年前的家里捣乱 企图让春花就换 影片的最后 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 春花和大兔瓢一起穿越到了四十年后 但很快这节目又穿越回来了 从他身上穿的制服来看 估计也被高科技公司给改造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影片创意倒挺好 但是漏洞可不少 基本逻辑搞不清 真是让人受不了